这个就是我们所有的东西了 然后我现在开始试着先打包一些 然后可以看到这沙发比较的脏 所以我准备买两个沙发套吧 在淘宝那个AliExpress上 我希望它能快点寄到 然后像这个垫子就太恶心了 我准备不把它放在这个上面了 然后其他的就没有什么 我给大家看一下外面的风景 你看外面风景还是非常非常开阔的 虽然有这么一堵墙 但是写着看还是非常好看的 可以看到非常远的地方 这里 可以看到吧 有个教堂 看一下我把这个东西就先放这边吧 然后大时候把衣服挂起来 然后稍微捋一下 可以看到这 那沙发真的是太恶心了 终于下雨了 终于下雨了 都已经半个月没下过雨了 看去吧 太好了 我太喜欢 kamp 我太喜欢下雨了 蜗油 去 Whether 山马 至远 自己的 真的好嘞 今天有人来换那个过滤网什么的 你看我的脸 我的天哪 跑五楼真的是受不了 然后我们的东西大概全都搬过来了 我现在稍微整理一下我的衣服 明天的话还有电视机电风扇 还有个晾衣架和一些刮碗什么的 是最后才搬过来 今天这边WiFi也通了 累死了 然后我才想到 我应该要在整理的时候拍一个视频给大家看 所以就拍一个 这套裙子 我现在很胖 这套裙子在我做家务的时候 它的扣子崩了一个 那扣子我找到了 但我不知道该怎么把它缝起来 或者我找别人帮我缝一下 真的太狼狈了 好 等一下 然后是准备了 好 等一下 再来 然后现在我准备要 离这边的抽屉 我给大家看一下吧 这边的柜子还是挺多的 这样可以吗 OK 我把我的 这边放睡衣裤 然后下面放我老公的裤子 在下面放我的裤子 就这么办 我老公的裤子 我记得不要这么放 我记得有一种是叠豆腐块 什么的 这样 站着 OK 哎呀真的是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得到我说话 这两天我从礼拜一开始搬家 搬到今天礼拜三 还在搬 其实东西倒还好 但主要是五楼你知道吗 这个人的体力是特别有限的 你大概来回跑个两次 你就已经 你已经差不多了 你就要死掉了 然后就力有余而心不足 心有余而力不足 就没有办法 而且这边停车费还很贵 所以说 就那么回事情 所以就我们每天就是抓紧时间 然后今天是因为有人要来换 那个 看到肚子吗 看来我功力还不够了 还是对自己的身材有点焦虑不自信 我本来是想做到就是 就算我胖 我还是很自信 但是好像 还是有点在乎 还是有点偶像包袱 然后今天不是有人要来修东西吗 所以我才跟我老公舍着 就是花钱停车 否则我们肯定是不花钱的 昨天也是有人来修东西 我们足足等了他一个多小时 一个半小时 就是不要他约好 他约好时间 他不来 我等了一个半小时他才来 今天也是 今天的话干脆还有个人约了之后 他不来了 他也我们发消息给他他也不回 而且这个人还是我们以后 我跟他说过 我们今天不是买地吗 买地那边有14家邻居 那个人还是我们的邻居之一 就这样 然后想算了 然后这次换过滤网 也是这样迟迟都不回复 然后我们再找另外一个人 来给我们换过滤网 好 來 看得到嗎 希望吧 以後我們就在這邊給你拍視頻了 好了那就先這樣了 拜拜 哈嘍哈嘍大家好 哈嘍哈嘍大家好 看看我這張臉 很疲憊的臉 我告訴你 我真的搬家 我下一次 我下一次 決絕對對 不會自己搬家 我一定要請到搬家公司 你有什麼想法嗎 你說呀 累不累 只會點頭 好我再拍視頻 你快點關掉 然後我給大家看啊 我現在搬視頻 大概不搬視頻了 我現在搬家 我覺得我家裡真的真的沒有什麼東西 我自我感覺覺得家裡搬家 一環環毛毛雨小意思 但是總有東西 不斷不斷不斷的竄出來 就是我已經搬到尾聲了 那我給大家看一下啊 就是最後最後的這一些東西 我們要搬的這些東西 看一下啊 就是椅子 拖把 這個吸塵器 桶 碗 冰箱裡的東西 這邊就不給大家看了 就是因為我們是這樣子 每天搬過去一點 回來睡覺 然後再搬過去一點 所以我們得保證 不要這邊要有電腦 是吧 還有一些睡衣啊 日常要用的衣服 我們沒有辦法 還有就是護膚瓶什麼的 你不能一下子搬過去吧 所以就導致這個進展 就不是一下子搬過去 就很爽氣的那種 你知道嗎 就很煩 你要考慮哪些東西 你現在得留著 哪些東西不要你再搬 然後心力交瘁 我真的是可以這麼說 還有這個我忘記了 這個裡面是什麼 你知道嗎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 裝飾的燈球什麼的 我有的時候 還有就是我今天一天 去搬的時候 我一個書包裡啊 滿滿的全是清潔機 然後我老公說 恨不得扔掉 我說你不能扔 因為你扔掉了 你還是要買清潔機 因為我們那個 那個現在住的房子 是沒有電梯的 要一口氣爬上五樓 我說你還是要買那些清潔機 你還是得背在身上 你還是得背到五樓 一模一樣的 就像比如說這個椅子 為什麼要帶過去 是因為那邊 沒有什麼多餘的椅子 只有一個椅子 那我肯定要搬椅子啊 是不是 我不管是從這邊搬到 那邊去 還是我自己買一把椅子 我還是得上五樓 我還是得搬 無限怨念當中 所以帶著 還有我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植物 原諒 原諒這邊的混亂 就是比如說植物吧 我本來覺得像這種植物 都不能算是我的東西 你知道嗎 但是問題就在於 你搬家的時候 你還是要把那些植物搬掉 我昨天就搬了那個植物 這邊的那個綠螺啊什麼的 就這顆太長了 沒有辦法搬掉 就這個又是你多餘的東西 你都沒有 就你不搬家 你根本就不會覺得說啊 這個也算一樣物品 對不對 但是它確實是你要不要啊 你要啊 你要就得搬呢 對不對 包括就是 怎麼說呢 就是有一些很微小 很微小東西 就是你都意識不到 你平時是你都意識不到 然後突然之間就覺得說 哎對啊 這個也是你的東西啊 你怎麼能不搬呢 是不是啊 就是 就就是類似於這種 你明白嗎 然後 這個拼圖我已經不想要了 我也搬不動了啊 還有拖鞋 我們家的拖鞋到時候就 而且我還很害怕就是 旺搬東西你知道嗎 就是 就整個 整個人大家能看到吧 這個能能能能聽得出來吧 我現在這個 也不太好啊 明天明天最後 要把這個被子一股腦的搬過去 對 所以就是這樣子 因為今天我還得睡嘛 明天我準備 你看這個我們這個被子 不是是用橡皮筋的嗎 反過來一果直接扔在車子上 我估計還得兩趟 還有這邊這個花瓶 裡面沒有花了吧 我都在考慮我要不要帶過去 還算了直接就送給買家了 就這些東西當時我如果做極簡的話 我根本不會覺得這些東西 植物啊還有那個什麼雕塑啊 什麼那種那種裝飾品 是我 是我的就是所有物 你知道嗎 但當你要搬家的時候 這些都是 都是你的東西 就是 就是就是這麼簡單 然後最可怕最可怕是什麼 告訴你就是背那些清潔劑 哇那個洗衣服你要背吧 我老我有不能扔掉吧 我還是要洗衣服啊 那個那個你知道能洗衣服 一桶洗衣服那有多重 天哪 真的是太可怕了 還有一點就是冰箱裡的東西 你一直都不會覺得你冰箱裡的東西是什麼 有問題吧 但是哎冰箱的東西也是 就這樣 對 你看這個東西這裡面就是我們家所有的碗了 所有的碗啊 這個沒有鍋子 鍋子我今天已經背背過去了 就所有的碗就這麼一點點 但是沒有想到就是還是不行 好了 那就說到這邊了 那就這樣拜拜 最後再給我視頻拍一個結尾 我本來以為下一個視頻 我們肯定是在我新的房子見面了 但沒有想到 不是我還在舊的房子 不過明天我們這邊就要做交接了 所以我明天肯定是要把這邊的房子空出來 所以明天晚上我肯定是睡在 呃新的那邊的家裡了 嗯 所以 明天是非常艱巨的 一天 而且主要我跟你說 今天我們去搬了家 然後 我們還開車開了四十幾分鐘 去了設計師的家裡 然後跟他討論一些就是我們不是要申請的 那個許可證嗎 跟他討論一些東西 他給了我們一些資料什麼的 然後又開回來 太累太累了 真的太累太累了 哎 我昨天晚上我睡覺時我都覺得 全身骨頭疼 肌肉酸痛 你知道就有點像是發燒 你知道發了燒 發燒之後你不會覺得肌肉酸痛 全身嗎 我昨天就是 手 背 腳 甚至連屁股我都覺得疼 我都覺得酸疼 太可怕了 但是你知道嗎 今天我就感覺我自己力氣大很多 我背 我書包裡面放放那個清潔劑 兩隻手裡面又拿很多東西 就是我 除了背我還兩隻手裡面全都拎東西 一口氣上五樓 厉不厲害 我都覺得 我覺得我應該要瘦了吧 好了 那這個視頻拍到這邊就結束了 我們就下一個視頻 沒有關注我的頻道的小朋友 記得給我點個關注 或者給我點個喜歡 這樣子 好了 那就這樣囉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拜拜